妻子每天晨跑回来满身是汗,无意翻看她的手机,我失眠了。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,当初追过我们学校的一个校花,可是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。 大学毕业以后,校花失恋了,我天天就许对她嘘寒问暖,各种陪伴,后来是抱的女神归了,我们结婚后,我对她特别好,喜欢的衣服,买买买,喜欢的家具,买买买,喜欢吃的,买买买。 直到某一天,岳父大人来我家借钱,张口就是20万,我爸妈手上只有10万左右,因为我们结婚,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。 岳父大人不满意,让我爸妈去银行资产抵押借钱,我爸妈一气之下觉得倾家太不靠谱,一分没借,从此两家几乎不再来往。 结婚半年后后,老婆前男友回来找她,她原谅了她前男友要跟我离婚,我那个时候特傻,跟她前男友判命,就把人给打伤了,后来我爸妈赔了几万块钱,对方没有找我责任,老婆也因为这事跟我彻底离婚。 从那之后,我得到了一个教训,那就是感情不是一厢情愿的,要找一个真的喜欢你的女人。 几年之后,和现在的老婆相识,相知,相爱,结婚六年,婚后欲有一字,由于我收入还可以,不想老婆太累,结婚后她就没有上班了,为了方便她出行还专门给她买了车子。 我们结婚后,以后怕老婆受婆婆的气就跟我爸妈分开住了,处处为我老婆住想。 因为我工作压力比较大,所以每周一次的假格外懒,就想带在家里打游戏,睡懒觉,我老婆特别喜欢晨跑,我这人懒,跟住跑了两次以后,就再也不想去跑了。 可是最近几个月发现老婆每次晨跑都是化了妆才出去的,我说你都三十多的人了,大早上六点多就起来还有化妆,跑步回来一身汗,还有卸妆再重新化,多累啊。 她说了一句我们女人你不懂。 晚上更亲热的时候,老婆总是说累,那时想或许我不在期间,她又要打礼铺子又要带孩子真的累了,然后草草收场。 这时我很受刺激,然后分床睡了。 直到这我都没有怀疑,直到有一天,老婆出门很久了才回来,又使出了一身汗,我觉得有点疑惑,趁住老婆去换衣服的时候,查了老婆的微信运动补述,只有几十步,那一晚上我失眠了,她手机微信的记录都删除的,红包记录也删除了。 后来我就开始跟踪媳妇,媳妇总是先在门口转转,然后在街口的小巷里跟等在那里的一个男人去了祖狱中心,我拍了几张照片,就回去了,总感觉有些事如耿在喉,我这么对她,辛苦赚钱好吃好穿的攻注她,处处为她住想她却这么对我。 有时候想离吧,又觉得本来离过一次了,很清楚地知道离婚对于孩子的伤害。或许,这才是她肆无忌惮的愿意吧。 老婆回来了以后,我把拍到的照片照片给她看,她跪下来求我,说原谅这一次,我们大吵了一架,我问她,你真离婚了,那个男的是说和你结婚呢,还是说要养你?老婆回答说,说养我。 我说好呀,那你就让她养你吧,我们离婚吧。 她求助说不理,说我一天就知道窝在家里都不陪陪她,她也是因为寂寞才这么钱的。 说以后再也不会了。 之后儿子听说我们离婚,也哭住求我们不要离婚,她说他们班有一个小孩父母离婚了很可怜,我心软了,但是一想到老婆背住我钱的这些事我就活冒三丈。 觉得以后在一起了大家心里也都会有根似在那里。